盖房子刀墓的屋子里养鱼的 站在世界之间的 还有一万分之一 才有可能见到的满野传说门 这些奇怪的种子 你可能还没有见过 第一种子 开局就在沙漠城庄 左手边会有一个沙漠神殿 但神奇的是 大的门口被封了 就如如陵墓中的封门一样 嗯...好像也没错 但更神奇的是 敲开封门 啊...没错 你没有看错 里面已经有人抢占先机了 而至于沙漠神殿的入口 就在这三墙的后面 这不是刀墓贼 谁死啊?嗯...水下呼吸 嗯...风六还行 四个箱子 你一共可以找到四本书 待了在沙漠神殿 刮刮神秘沙子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你以为 这就是这个种子的全部特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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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沙漠神殿的后方 这里还有着一个重铃医迹 而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就要你们自己去看看啦 接下来这个种子 它同样也是个多结构种子 啊对了 你问我海德那边是什么? 来到空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成分十分复杂的地形 附计有村庄 还有哨站 甚至还有一座非常大的飞机传说门 箱子里的东西 也就只有锻造母板算好的了 但是这个种子 同样也有它非常出色的特点 嘛 看到那边的屋子部 没错 这真是女屋的闺房 但奇怪的是 玩半子的它并不在这里 但是 但是门外这片农天 还有一个非常亮的亮点 一个纯天然生成的沼泽村民 这要放在1.21村民交易版本 经验修复 开局直接封身了好吧 第三个种子 它也还是一个多结构的种子 开局不用管 我们TP来到这个位置 面前是一片冰原 但是我们只要转转身子 慢慢飞高一点 你就能看到这个种子的结构 有多复杂了 中间是一座 屹立在三殿之上的哨站 而在哨站的左边 一个纯天然外露的雪雾 就这么贴在悬崖的边边 而更内谱的是 在哨站的一边 这里还有着一间牧师的房子 但可惜的是 房子里并没有村民的存在 不然就能看到 绿夺者和村民友好相处的场景了 哈哈哈哈 而至于哨站 雪屋 村庄箱子里的东西 狗都不要 总的来说 这个种子还是挺奇葩的 嗯 跑这么高不要命了是吧 啊 啊 啊 4号种子 据说是一个开局 就能集齐主世界 所有木头的种子 要知道 在AMC的世界当中 除去网易还没有的櫻花小树林 它一共用着9种木头 它们又分布在不同的生物群细 如果你玩过虚无世界 那你就知道 极其全部木头是一件多难的事情了 不要不多说 开局这里有个废弃传说门 这里要花终点啊 待会要考的 记着我们往后飞一下 从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是金荷花木 左边是橡木 中间则是丛林木 没错 就在春点 我们就找到了鬼死那么难找的丛林木 而至于它为什么在这里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拿完项目 山下就是红树林沼泽 红树林搞定了 我们再往前走一走 画树就在这里 来到这里 我们就集齐了50%的木头了 继续往前 云山木 再来云山木的右边 那就是有蘑菇的这一边 黑色项目 我们也找到了 来到这里 主世界的所有木头 我们就收集完毕了 而至于剩下的两种 还记得开头的传输门吗 利用箱子里的黑药 蛇和烈焰蛋 来到下界 你就可以看到 一左一右非常明显 九种木头 轻轻松松 sop 最后一个种子 据说是1万分之1 才有可能见到的种子 种子好 你们自己看了 开取耍也不用管 我们tp的到这个位置 喵 俘里 故乡的 樱花又开了呀 对 眼前是一座 非常beautiful 的樱花村庄 但是 俗话说得好 越是漂亮 越是危险 我们一个遁地树 穿过 层层障 障碍 你没有看错 这又是一个满眼镜的传说门 要知道 想象一个眼镜的概率是10% 12颗的话 就是10的负12次方 对了 贝雷P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 数龄头的话 还要多出整整五个 这下同学们你们懂了吧 遇见这种之事件 多难得的事情了吧 好了以上便是 本期视频的全面留言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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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